121 文匯報 李福智以生命彰顯香港精神 2015年7月18日文化視野 B07、1947年 從事船運業的新加坡人李福智來到香港 他沒有隨船回去新加坡,反而留在香港碰碰運氣 看能否找到工作讓日子過得好一點 因緣際會下他從表興那裡借到一些攝影器材 為了生活,他決定學習攝影,並嘗試以此為生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以前結束好幾年 社會民生點趨穩定,旅遊業興起 不少人仿港消費,李福智成茶多 古旅遊熱潮,在山頂為遊客拍攝 生活不算過得很好,但日漬如雷的積蓄倒也夠他換部新相機 他拍攝人物,亦到處捕捉美景 當時香港人的生活,維港、天星碼頭等地標 都被記錄下來,他則將這些攝影作品衝曬出來 拿到山頂受賣,李福智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攝影師 反倒像是為了生活不得不攝影的拍攝者 而他的攝影歲月也不長,僅僅十年 六十年代初,他從山頂退居搬到新界 後來與家人經營事多,雪糕車等生意 雖然沒有再拍攝,但他仍不時到山頂擺賣舊照 而五年前,移居香港的套籍攝影師艾斯托與家人 同遊山頂時,看到李福智的作品 與他交談了幾句,互留聯繫方法 並匆匆買了幾張照片 那些照片狠一般,當時只為了支持他而買下來 至於為什麽會留下聯繫方法 我,忘記了,艾斯托回憶到 後來他收到一封電郵 青女福智手上有一批很珍貴的照片 希望與他見一面 這一面令艾斯托至今難忘 他看到李福智帶來的三張黑白照 色澤明亮,細節分明 完全不是山頂販賣的貨色 後來他更親自到李福智家女拜訪 細看他所有照片 發現當真如電郵所說,非常有價值 亦促成了後來為他出版攝影集的計劃 相比香港同年代的攝影師 宇賀凡、鍾文略、優良等 李福智不是最好的 卻是獨一無二的一個 艾斯托如此評論 他口中的這批攝影師都是名師 而且不生以攝影為業 他們所拍的照片藝術感較重 後知、師、圖 並且善於李用光線營造陰影效果 但由於李福智大多在中午拍攝 陰影的範圍較少 所以留在照片上的細節較多 所呈現的景象更為寫實 他的照片很特別 他的生命很不平凡 而他艱苦的一生就像同年代大部分香港人一樣 流露獅子山下堅毅不屈的精神 這也是為什麼他願意以其成立的歷史為真攝影基金會的名 以為李福智囚務之今 出版攝影集 李福智的照片如其人 簡單、朴實 雖不如沙龍攝影師般善於構圖 製造對比 卻如溫酒般 如常如有味道 或許這與他的人生經歷有關 他生活很克服 卻時時呆佛 並且相信努力的話總有一天會成功 這筆就是香港人的寫照 遺憾的事 出版計劃進行時 李福智因病離世 艾爾斯韜還記得那時他意氣消沉 於是便拿出當年他拍攝用過的Icon 出相機企圖換起他的記憶 李福智接過相機 左手持目虛的 右手食指放在快門鍵上 那一刻 我覺得他 盡顯城影師風範 嗯